今天已经是我们露营第三个晚上了 又到了每天最开心的时刻 就是住三天帐篷 住一天酒店 今天在万州订了一个很棒的一个酒店 套房 你看这造型 这头好几天没洗了 脸好几天没洗了 这手黑的要 今天一定要去 一到了酒店 先洗漱各种洗 然后再去逛大万州 昨天晚上剩的肉回锅一下 就变成了回锅肉 今天早餐吃西饭 吃了直接去万州 进城了 都快成野人了 吃饭了 要被围观了 吃西饭 洗漱季美好生活 吃完西饭 洗个碗 收拾行李 万州 收拾完毕 准备出发 住酒店去喽 到了三天帐篷 开始住酒店喽 刚才被一个虫子这样咬的咬到了 这咬了一下 这咬了一下 然后后背咬了一下 我衣服一撩开 就给飞走了 也不知道是啥 还是把这个带起 就带起方便一点 不好意思 我们到云阳了 前面就是云阳的城区 还有五十公里到万州 云阳那边开起来 发展也是不错的 这房子盖的挺漂亮 还有四十五公里到万州 行程已经一半了 Let's go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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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美丽的大万州 我们来了 现在是12点45 我们已经平常万州了 万州烤鱼学院 万州把这个烤鱼 真的是做得发扬光大 烤鱼学院都来了 万州这个城市 也是上坡下坡很严重 然后它这种上坡起步 很考验技术的 好到万州了 地下停车场 走了走了 这个就方便了 你看 666啊 熊猫这个边先设计的 确实给力 大包小包啊 今天终于可以住酒店了 开心啊 终于住酒店了 刚才去酒店蹭了一下洗衣机 这就简单了嘛 我的3H的夏季旗行服 洗了以后 因为它都是网的 洗了以后 其实直接就可以穿了 都是网的 干干的 晾一下就行了 不晾其实也没问题 哎呀 还有这个裤子 裤子 上次摔车 没有穿裤子 这次必须把裤子穿上 晾一下就OK了 新的一样 嘿嘿嘿 这个酒店真的不错 刚才蹭了洗衣机 再去蹭个衣架 把衣服这样一亮 完美 首先感谢兄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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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老远跑来看我们 见到新早了 就是沈俊峰 我们我记得是第四季 我们从宜昌坐船 不是到重庆嘛 然后到那里以后要坐小船 然后把我们带进去逛了一下 好像从底下看了一下 对 从河中 那个长江中间看的话 风景会好一点 一路在山上去看的话 要绕好 他有一圈子才能行 从底下看山比较好一点 比较好一点 而且那沈俊峰有多少个风 我也还记不住了好几个风 你要从坐船的话 看得比较全一点 来到万州 卢筍行这边 一定要吃这个龙花鸡 你知道吧 这是啥子东西啊 这个鸡怎么吃啊 这个就是这样吃的 你嗓一下 可以嗓吗 可以啊 这是你们这边的特产是吧 哎 你要给人家尝完呢 可以 每天走的时候买 来买一只 这是什么嘛 这个 这个是 相传李白 他和他的友人在这里 在做私 然后这 好像用那个酒杯倒满酒 在这个水槽里面 流着 流到水 流动 停 那个酒杯停在谁的面前 然后就做私一手 对 对 大家互相标识做私 对 对对不对 我还以为它是 这样流着 坐在这 对 酒杯飘在这个水槽上面 然后停在谁面前 就做私一手 这叫什么 牛杯 牛杯 牛水的牛 酒杯的杯 水池的池 西山杯原称黄鲁直南浦西山乐风原体怎么 全杯有173个字 至现在的话有 这个大概有几百年历史了吧 文物保护 文物 对 万家文物当委 万说的文物 这里 美食太多了 都是各种小食 今天我们去吃韩国烤肉 这随便整的 随便整的 随便吃啊 今天我请客随便吃 在万州这么便宜的价格 能吃到这么好的 这么丰盛的菜 必须给老板上一课 牛饭搞四个 四个人应该 先一人搞一个 吃了不够再来吧 不要浪费 要几分手几分手 全手 又到了每天激动人心的时刻 吃饭啦 今天吃烤肉 今天可就厉害了啊 我们来吃炒肉了 我们来吃炒肉了 我来吃炒肉了 放火了 给你吃火了 煎肉 entreol